今天我跟大家来讲这个三玄之一的 庄子南华真金啊 他的第一篇《逍遥游》《逍遥游》开篇 这个是我们在高中应该是都学过的 那么实际上我们高中教科书里面只教了他的上篇 这个《逍遥游》的这个下篇 下篇没有教 我们先来看这个上篇 它其实是有一部分是这个应试教育里面 可能《逍遥游》老师当年没有给你教到的 我们直接看文本吧 这个大家都背过啊 我们直接念一遍 北鸣有鱼 其鸣为鲲 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化而为鸟 其鸣为棚 棚之辈不知其几千里也 路而非其异若垂天之云 是鸟也海运则将席于南鸣 南鸣者天池也 这里其实有关键是这里的化而为鸟 化而为鸟 就是鲲它是可以变化成鸟 变成了鸣 这一段里面是化而为鸟 那么在下一段里面 汤之问及也是以 这边呢 这个鲲和鸣就是个并列关系 而不是同一个生物啊 没问题 这是个小问题 还有在这一段里面 它是南鸣是天池 南鸣者天池也 那北鸣有没有说天池啊 没有说 但是呢 在下面这个汤之问及也是以这里 穷发之北有鸣海者天池也 这里是北鸣是天池 北鸣是天池 它就是两边文本是有一定的差异啊 有一定的差异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下面一段 骑鞋者 骑鞋应该是骑国的笑话 骑国笑话集啊 骑鞋者知怪者也 骑国的不一定是笑话 可能就是这种义文集啊 骑之言曰 彭之细于南鸣也 水积三千里 团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去以六月息者也 他去的时候依靠了什么 六月的西 六月的大风 六月的风 他依靠着六月的这个气候变化 啊 他可以团扶摇而上九万里 后面这句 野马也 尘埃也 深物之以西 相吹也 这个东西 啊 这句话 其实历来有不同的解释 我在这里的解释是 这边的野马也 尘埃也 深物之以西 相吹也是 对于这个彭 团扶摇而上九万里的三个比喻 三个比喻 他分别是不一样的 说他是像野马 那说明这个彭是怎么样 主动的 一个主动的一个状态 他自己主动 啊 团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说他是尘埃 那么这个比喻就是 他是被动的 他是被动的一个状态 他是什么 他是被这个六月西 六月的这个气候变化 给他卷上去 他是被动的 他 他可以说他是主动的 像野马一样 也可以说他是被动的 像尘埃一样 也可以说呢 深物之以西 相吹也 他不是主动 也不是被动 他是一个互动关系 他是个互动的 互动关系 所以这个三个排列 三个判断剧的排列 实际上他是 就是隐含了庄子的思想 就是 你既不是主动 也不是被动 而 也不是这个互动关系 但实际上 庄周在这边 就是挺有意思的 为什么我要这样解这句话呢 因为你们看下面这句话 天之苍苍其震色也 天这种 苍茫的颜色 是他本来的颜色吗 这里其实也是主动 这也是主动 天之苍苍其震色也 就是天自己主动的 他自己有他的颜色 还是他是被动的其远 而无所至极也 他的这个颜色并不是他主动 具有的拥有的颜色 而是因为天太远了 所以看上去是那种颜色 所以这里也是一个被动的 被动的一个关系 然后最后一个 其事下也 亦若是则亦 那么这个其实又是一个互动的关系 互动关系 也就是说天的这种颜色 是和他下面的那一部分 相互之间相互成就的 他看他自己下面 下面那些大海 或者说这个大地 他在很高的九万里的高空上 去看这个 也像是看天一样的 则亦若是则亦亦 他自己的这个性质 并不是既不是他主动获取的 也不是他被动决定的 而是他和下面的那种 相互关系当中所产生的 这就是你可以说 这是装子思想的一个辩证法 既不是主动也不是被动 他也 其实也不能说 他是互动的一个关系 他就是这三个都说得通 这三个都说得通 然后他下面继续讲了 且服水之积也不厚 则其服大洲也无理 你放的水不够多 能这个大洲就服不起来 这个或者说这个水没有办法 承载这个很大的这个船 赴杯水于奥塘之上 则戒为之舟 你把一杯水洒在这个 这个地上 那这个草戒可以当当做他的 说服在里面 置杯烟则焦 水浅而舟大也 放一个杯子进去呢 他就搁浅了 因为这个水太浅了 船太大了 然后他说 做类比风之计也不厚 如果这个团扶摇而上的时候 风 你这个团击的这个风不够多的话 那你他就没有办法 则其父大义也无理 没办法把这个大翅膀给他卷上去 故九万里则风似在下矣 所以 九万里那么高空 他风要在下面承载的话 而后乃经陪风 他就要从今天开始 就是就要去陪风啊 叫 叫去培养或者团击啊 叫转击 叫传击这个 这个风啊 风力 背负清天而莫知妖恶者 背上 搞得那么大一个清天啊 他觉得这个时候 其实挺有意思 就是他还能承载着动 就是 这个昆蓬可以承载着动 这个清天 是因为他有风在下面支撑着他 然后 而后乃经将突难 调语学旧孝之曰 我血起而飞枪于风而止 实则不至 而空于地而一亿 细之九万里而难为 我跳起来 就是 跳起来 好像飞起来一样 枪于风而止 就碰到那个树 就停了 有的时候还还没有办法碰到 掉下地就结束了 为什么要飞九万里 飞到南边去哪 飞那么远呢 我为什么要 飞到九万里那么高的高空 然后再飞到南边去呢 是 满仓者 三餐而返 富有果然 去林子里面去干啥事的人 比较遥远的郊区吧 吃三顿饭 时间就回来了 这个肚子 肚子还是宝宝的 是白礼者 速冲凉 秀冲凉 我不知道 秀冲凉 应该是晚上的时候还在那边倒凉时啊 是千里者三月聚两只二虫又何之 这两个虫子又知道啥呢 然后 小智不及大智 或者小知不及大知 这里其实 怎么读都行啊 你把它当成一个都行啊 我我倾向于把读的 小知不及大智 小年不及大年 啊 西以知其然也 你怎么知道 为什么知道是这样的啊 昭君不知会说 会之 会孤不知春秋 此小年也 这些都是 寿命比较短的 楚之难有明灵者 以五百岁为春 五百岁为秋 啊 这种大树啊 明灵是一种大树 上古有大春者 以八千岁为春 八千岁为秋 此大年也 这些是寿命很长的 而彭祖乃今已久特闻 众人匹之 不亦背乎 不亦背乎 这个大家 上语言课都讲过啊 也没啥好讲的 这里好像是在讲一个 就是说寿命长就很厉害 很厉害啊 所以我们要去崇拜他 众人匹之 不亦背乎 小的和大的比 简直是不能比啊 汤之问鸡也是 汤之 汤就是那个陈汤啊 商朝的那个开创者 问鸡 鸡可能是他的一个大臣 问他 穷发之北 穷发之北啊 这个就是穷发 发就是作物 穷发嘛 就是没有作物的 就是这个蛮荒之地 不毛之地的北边 有明海者 天池也 有鱼烟 其广树 数千里 未有之息修者 不知道他长度 其名为昆 有鸟烟 其名为彭 这个时候 昆和彭啊 是一个并列关系 挺有意思的 背若泰山 亦若垂天之云 都是 这里都是 给上面的做 佐证嘛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里其实 逍遥有 我小时候 一直有个问题 他为什么要重复一遍 这里为什么要重复一遍 但是他重复之中 有差异 上面就是 昆和彭 是个互相转化的 而下面这里 就是昆彭 是并列的一个关系 这可能是有隐喻在里面吧 然后上面是 是这个 南明是天池 这里是 北明是天池 明海者天池也 其名为彭 贝若天 亦若垂天之云 团浮腰阳脚 而上者 九万里 绝云气 赴青天 然后图南 他高到云气 则碰不到他 背负着这个青天 然后 想要往南面飞 且是南明也 赤焰笑之曰 比且西施也 我腾跃而上 不够树人而下 翱翔彭浩之间 此亦非之志也 这也是 其实也是 非的一个极点了 也是做到的极致了 挺好的 而比且西施 他要去哪里呢 此小大之变也 就是小的 他不能够突破 他的那个眼界 看到大的 顾服至孝 一官行彼 一乡得合一军 而争议国者 其自是也 一乱辞也 就是那些 施大夫出世了之后 去干 干个官啊 然后做的事情 让老家的人都交口称赞啊 或者他的德性 符合一个君主的口味啊 而争议国者 就是 在一个国家内被争召啊 争议国 差不多他可能能做了什么 宰相 那就主政一国 这里的真其实真招作官的意思 其自是也 亦弱是 其自是也亦弱此 也就像这样 就像上面的这个赤焰一样的 而宋荣子 悠然笑 悠然笑之 宋荣子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逼格比较高的啊 举事而欲之而不加劝 举事而非之而不加举 所有人都夸他 他心里面也 没啥 有啥好夸 举事而非之 所有人都骂他 都说他你做错了 他也不沮丧 定乎内外之分 如果名字换 你可以念成愤也行啊 内外之愤 他知道内在世界 是不会受外在世界的 这个影响的辩乎荣卤之境 他知道这个 荣卤的这种关系 他实际上是一个 他能够辨认出来 就是外部 你可以说他能看到符号学秩序 或者意识形态的 对于一个人的控制 辩乎荣卤之境 私以以 就这样了 他也就做到这些了 比其于是 他对于这个世俗而言 对于这个 或者说政治 政治和伦理共同体来说 我也说说然也 他没有什么多计较的 说说然就是那种 一天到晚 算计来算计去 叫说说然 虽然有有未数 虽然这样呢 但是他还是 有的东西他没做到 就是这个时候 庄子卖官死了 扶列子御风而行 就列子从列狱扣啊 御风而行 凌然善也 他能够把风当成马一样驾驭 然后就就能够在天上飞啊 凌然善也 确实很厉害 很屌 寻幼五日而后返 每次飞出去要15天 然后才回来啊 比喻制服者 为说说然也 他为追求个人利益 个人幸福 没有那个很矫情 很精打细算 我也说说然也 此虽免乎行 但是呢 他虽然不需要走路 免乎行 他可以飞嘛 他不用走路 免乎行 或者他免乎人世间的那种 一般的 平凡的庸俗的那种生活 免乎行 有有所带着也 带什么 带风啊 他这种高逼格的生活方式 他一定要风嘛 一定要风 有有所带着也 这个时候 这两个 相比于普通人来说 相比于这种什么 智孝一官 心比异乡 德河一军 争议国者来说 宋荣子和这个烈子 就算是厉害的啊 就算可能某种意义上 就就相当于是 那个昆鹏一样的啊 但是呢 他们还是有所带 有有所带着也 他还是要等 等这东西 就像这个昆鹏啊 他要等啥 他有等团扶摇而上 的那个 要水积三千里 啊 水积三千里 他这里说是水积三千里 不是积水三千里 挺有意思的 这个三千里 到底是不是 他自己积起来的呢 还是他顺应的呢 对吧 而且他要什么 而而后乃精陪风啊 他在飞之前 就不停的要陪风 要准备好这个下面 承载他的这个力量 他才能飞起来 所以他们还是有所带的 那这个时候 他要告诉哪些人 是无所带的 就是智人 神人 和圣人 那么我读最后这句话 他是可以说是 庄子的一个 庄子 这整本书的一个 主旨所在 主旨所在 我我读这句话 我是认为 他是一个对应关系 叫若福成天地之震 成天地之震 和这个圣人无几是对应关系 欲六气之变和神人无功是对应关系 圣人无名和由于无穷是对于关系 其实智人神人和圣人是同一种人 同一种人 你可以可以某种人上可以说的就是真人啊 就是真人 就是一种得道之人啊 一种境界比较高的人 或者说庄子所追求的那种 自我解放 绝对自由的那种人啊 那么成天地之震 所以他能做到至人无几啊 至人无几 因为他成天地之震 他能够 舍弃自己而去遵循天地之间的那个道 神人无功 他之所以没有功劳没有功 因为他遇六气之变啊 他驾驭的是六气本身自己的那种变化啊 六气六种气 你可以六种生命力或者说六种本体性的力量啊 神人他是没有功劳的 他只是说也是也是顺应啊 也是就是去 就是他是在那种更高层次 更深的一个层面去调整这些力量的 遇六气之变 圣人无名 因为他由于无穷才叫无名啊 所以他无名 所以他其实他并不和凡俗的伦理政治事件打交道 他处理的不是这个问题 他处理的是本体论层面的问题 处理的是神秘主义的问题 本体论层面的问题 就是他玩哲学的哲学一天到晚是不和这个 现实政治打交道的啊 一种纯粹的形象上学 他研究纯粹形象上学的 那么这就是萧油油 萧油油的话我认为他就是并不偏袒于任何一方 他实际上是各打五十大板 或者说他觉得没有比较打他们 因为他们是平等的 就庄子本人的意见来说 无论你是主动的 就是你是很主动 你有力量的 就是你是野马 还是你是个尘埃 你是被动的 你是小的 你是被动的 你是受局限的 还是你是相互作用产生的一个结果 在他看来都是平等的 都是平等的 生物之以其相吹 也就是说 相互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彼此约束的 彼此控制的 只要你是生物 你肯定是互相之间都是有所带的 那么怎么才能无所带呢 无所带的话 叫陈天地之正 遇六七之变 由于无穷 那么整篇《逍遥游》 他就告诉你如何做到这一点 如何做到这一点 那么天地之正是什么 六七之变又是什么 那么这个由于无穷又指的是什么 这个就是要靠庄子这整本书来做一个解答 这就是《逍遥游》的上半部分 《逍遥游》的上半部分 《逍遥游》的上半部分